记者吴婉婷综合报导 MTV欧洲音乐奖金在伦敦举行颁奖典礼 日前推出新专辑举世盛名的夕阳小天后泰勒斯风光入围六项 但卓却意外滑铁卢全数杠规无缘获奖 19岁加拿大歌手圣恩曼德斯则拿下最佳歌曲 最佳歌手与最受欢迎歌手奖成为今年最大赢家 19岁加拿大歌手圣恩曼德斯是今年MTV欧洲音乐奖最大赢家 翻设自网路 今年颁奖典礼由歌手瑞塔奥拉担任主持人找来饶舍天王阿姆揭开序幕 以汉天后碧昂斯合作的全新单曲《Walk on Water》霸气开场 他仅演一举拿下最佳嘻哈歌手奖 由杰瑞德雷托领军的乐团30秒上火星获得最佳另类摇滚歌手 他领奖时说我们是美国人一片属于移民的土地 我们愿意展开双臂和一颗开放的心来欢迎你们 呼应日前推出的单曲《Walk on Water》强调美国的多元文化 哭完乐团不负众望夺下最佳摇滚奖 日前发生车祸摔断手的歌手洪法艾德则在最佳演唱会奖上 打败同门艺人火星人布鲁诺夺奖一扫梅令 另外台湾歌手必输进入为最佳大中华区歌手 是台湾唯一上榜的歌手 但最终人杀鱼而归 感谢观看 看来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